中国女星Angla Baby与黄晓明结婚五年 欲有一子小海绵 但从2018期开始就旅转婚变消息 两人更是近一年来都没有同框 令外界更怀疑两人关系 没想到黄晓明日前接受专访时 竟然罕见提到婚姻关系 更是以一句所有的感情都会变引发网友热议 最近小海绵过生日 Baby在微博上晒出儿子和闲淡超人奥特曼的合影 只不过照片中却不见黄晓明的身影 直到隔天他才转发Baby发文 这举动让网友相当怀疑 黄晓明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突然聊到对婚姻关系的看法 并露出稍微哀伤的表情表示 这世界上很多的东西 都是会变的 其实我觉得人活到最后 当你到最后你会发现 都是亲情了 爱情变成亲情的说法 立刻引发外界的讨论 有网友猜测这句话是 在暗示两人的爱情已经变淡 但也有网友认为 这句话纯粹是在说夫妻感情升华 根本没有婚变的问题 昨天Angla Baby为儿子小海绵庆生 开心写下 三岁了 和偶像合影 并晒出小海绵和咸淡超人合照 只是照片中却未见爸爸黄晓明 而黄晓明却儿子生日过了 才转发baby动态 写下 三岁了 永远做你的奥特曼 这让许多网友觉得相当诡异 昨天生日今天早上才转发 顿号 感觉真的 离了 句号 我也未经许 ca 请不吝点赞 呢